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步估计显示 涨幅为2.3% 但在修订后发布的第二季度更改为3.7% 最新美国9月份服务业PMI将在下午1.45分发布 除去季节性的影响 最后8月份商务活动指数为56.1 高于最初发布的55.2 最后在下午2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9月份密西根大学调查报告 初步估计显示 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上个月的91.9 大幅下跌至85.7 以上就是周五将要发布的经济日历 明天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 关于下周的精彩内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